是的 主播 今天凌晨0点30分左右 台中市无锡区台湾大道八段 发生一起自小科自撞的意外 一辆白色的自小科车行驶中华路口之后 疑似天雨路滑 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岛 车辆翻覆也把路灯都撞断了 车子右侧是严重的凹凸变形 横躺在安全岛上 索性驾驶只是受到轻伤自行爬出车外 他表示车子打滑才会发生意外 是否有酒驾以及超数证由警方厘清当中 另外昨天上午10点多 台中一辆公车通过路口的时候 因为遇到前方塞车 所以整辆车超出了停止线 挡住路口的交通 造成对象的一辆自小科车 没有办法转进巷子里面 轿车的驾驶器的下车理论 问公车驾驶驾照是怎么考的 双方就在马路上朝了起来 造成后面回堵的车流是越来越长 让路过的民众也相当傻眼 一直到警方到场才顺利化解 这个行车纠纷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